大家好 今天又要開箱了 跟大家分享生活中的小玩意兒 現在時間不早 現在是晚上11點09分 夜已深 這麼晚還要開箱 是因為我迫不及待要使用這個商品 那這個產品我觀望很久 我大概看了三四個月吧 遲遲沒有下手 沒有下手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賣蠻貴的 有點捨不得 不過 因為我最近對於EDC Everyday Carry 就是一些小玩意兒 例如工具錢 這種工具錢就是EDC 我們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些玩EDC的朋友們 大家都很推薦這個小東西 再加上到處都看得到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買廣告還怎麼樣 整個設計是很好 只是售價稍微有點高 那我現在趕快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次一樣在蝦皮買的 那蝦皮的話剛好父親節 今天是8月11號 父親節的時候有免運活動 我們就在這個時候把它帶回家了 那這一個店家的話 其實在網路上也是一個很知名的賣炒牌物品的店 那因為沒有業配我們就不做廣告了 好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那EDC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旨 它是希望你carry less do more 帶很少的東西可以做很多事 那像這種工具錢就是EDC最好的例子 因為它是一個多功能的產品 那講到EDC 好 我明天的話會跟各位開箱另外一個商品 那也是很棒的 會跟這個Lethman Charge Plus TTI有關 好 那明天再看 好 那這個商品的話 它是這個 其實我跟大家一起開箱 我這個產品的話 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 你看到它叫什麼呢 它叫Hero Clip Hero Clip 是帶著黃黃的 Hero Clip的話 我們從字面上可以看出來 它就是一個夾子 可是它事實上又不是夾子 它有點像是扣 扣環的這樣子 對 那它的顏色的話叫Fireball 好 它這家的話顏色都很 好 這家的顏色都很那個 都很繽紛 那我這次買的顏色 是這個黃色加橘色 黃色加橘色 那它們對於這顏色有給它名字 其實它一系列的商品 它每一個顏色都有名字 那這名字的話叫做Fireball 這邊我看得到 這一直露出來他們店家的那個牌子 實在是很不想 等一下我又要去這個做馬賽克 因為他們沒有業配 好 那這個 好這沒有寫 它顏色叫Fireball 可以看得到嗎 Fireball 火球 好 蠻有意思的 這顏色卻蠻像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噴漆 其實還不錯 它這個是珍珠漆 珍珠漆的感覺 蠻有質感的 那我這次買的Size 是Mini MiniSize 它總共有Mini Small Medium 跟Large 四種 四種Size 那我買這個的話是最小的 好 那這個包裝的話它有提到 它最大的荷重是18公斤 40磅 那它這一個產品的話 這邊有寫 Hybrid Gear Gap Clip Port Material Hybrid 對 Say hello to your new favorite hands-free helper 它說這個東西的話可以讓你空出雙手來 還不錯 Hand stuff securely 還好 蠻好的 來我們就把它打開了 那跟各位介紹說它怎麼用 因為說是開箱它其實也沒有箱子 它就這樣子就帶過來了 那這家店還不錯它有開發票 雖然是在蝦皮上面買的 好啦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東西蠻貴的 我就講一下 這個 這邊有看到它的定價是590 事實上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 真的很多店都真的賣590 那甚至我們在台灣的話已經算是便宜的 我有搜尋到這個日本區 像Amazon Amazon Japan 或者是Amazon.com 我發現他們的售價都蠻高的 反而台灣還比較便宜 你看它的偽製商在台灣 所以這個台灣還比較便宜 所以我就在台灣買了 我本來一直都覺得這東西很貴 結果沒想到台灣的售價還是最便宜 好 然後它上面的話 有幾個這個 它這是束帶 束帶包裝的 我就把它打開了 那我從後面開好了 要不然的話我怕去傷到那個 產品本身 從後面束帶把它剪開 好 然後 改天介紹那個 Lesserman的另外一個套件 我這樣子一講的話要破梗 好 好 然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取下來 把它拿下來 我發現 它這個拿下來還不太容易 整個會卡住 哇 發現一件事耶 你要把它剪開也真的拿不下來 對 不剪開也拿不下來 好吧 本來想要盡可能保持包裝完整 我試試看 我盡量試試看 我這個人不太破壞包裝的 盡量試試看 大家忍耐一下 如果說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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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有了 很多人覺得說我們留包裝是要等著退貨是不是 不是啦 這是習慣問題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把它拿下來 它就像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夾子 一個 一個像登山扣的東西 登山扣 登山扣的 顏色比較繽紛的登山扣 然後我一拿在手上的話 一個感覺 第一個音像是什麼 很輕 哇 這比我想像中的輕好多 這也難怪說大家很推薦 這個也算是EDC 這也算是每天都會攜帶的東西 Everyday Carry 那 它的重量這麼輕的話 也蠻符合 Everyday Carry的精神 就是它希望你負擔很小的情況下 可以做很多功能 那我們這東西的話 通常都是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用在那個包包的掛鉤 那它的特色的話 就是你這樣勾上來以後 扣在你的包包上面的話 這一端 橘色這一端的話 它可以掛在桌園 它可以像這樣子掛在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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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也介紹一下包包 那這個包包的話 其實也不錯 它叫做 如果說有在了解 Slimback的朋友 應該都認識這個包包 這包包也算是名門俠爾 它叫做Air Air Air Desling 2 第二代 Desling的第二代 那它是蠻不錯的一個包包 那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自己去網路上查 查這個 影片啦 這影片實在是太多了 那我們通常的話 這個掛鉤的話 會掛在什麼地方 會掛在這裡 會掛在這一端 好 對 掛在這一端 像這樣子 掛像這樣子 這樣子掛著 對 這樣子掛著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掛在桌園 那你可能會問我 你這裡有很多選擇 你為什麼掛在這邊 因為一來的話 你看 你大概有幾個選擇 你可以掛在這個位置 這個背帶的這個位置 那你也可以掛在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掛不下去 但是 我說實在這個功能的話 它是要讓你去掉這個包包的 當然了 我們可以掉別的包包 因為其他包包 可能稍微大一點 沒辦法入鏡 所以說 這個用這個都要做示範 那你掛著的話 應該是這樣子 會比較方便 因為這樣子的話 比較是重心 那如果說是掛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可能會有點 不是很重心 而且這個地方的話 我掛了一個 這個是New Arrow帽子的帽扣 那它平常會怎麼用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會像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 你這個包包的話 你這樣拿起來 它就可以讓你掛在桌園 假設你去餐廳 你餐廳的時候的話 你就會 很需要這樣子的一個餐廳 你就可以讓你的包包 會在你的身邊 就要可以掛在上面 那你想說 我們的桌園的話 是長這個樣子 那可不可以掛 可以啊 你就可以掛這樣子 哇 就當場給我漏氣 它就會這樣子 我發現一件事情 可能要買Medium 它就可以像這樣子掛著 我覺得這不是很理想 可能我桌子太厚了 桌子太厚 桌子太厚就會像這樣子 如果說桌子再薄一點的話 可能會更適合 再來的話是說 它就是有一些 那個 生活中很便利的一個小產品 像我們如果說到外面的話 像一個餐廳啊 你就可以把它掛在任何一個角落 或者是說 如果說到洗手間啊 你想要不要讓你的包包放在地上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掛在任何一個掛鉤上面 它就不會掉在地上了 它的用法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是像這樣子的掛法呢 也可以啦 它的特色的話就是它前面這邊 有一個橡膠 那這橡膠的話 它會有一個紫滑的效果 它就會讓你的包包很完整的固定在桌邊 是這個用法 那再來的話是說 因為它顏色做得很繽紛 很繽紛的話 所以它也有裝飾的效果 裝飾用 是這樣子 好 好 好 那這個掛鉤的話 不是 這個掛鉤啦 這個掛鉤的話 感覺上還不錯 然後我們把它取下來 來 取下來 那取下來之後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 它這個要怎麼收起來 它是會像這樣子 你把它轉開 轉開 轉開這樣就行了 那你把它這樣壓起來 轉一邊 你就可以把它攤開來 展開 展開 它有兩種掛法 你可以這樣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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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的情況下都會用 都可以使用上 那我們通常在 我們講 everyday carry carry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東西越掛越少 或者是說 讓一個東西 一個物品的話 它有多個功能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如果說 用了這個 Hero Clip 之後的話 我可不可以 就不要戴 這個 New Era帽扣 今天也可以順便的試試看 那我們這個帽扣的話 當然啦 當然是要用在 全風帽 像這一點的話 就是全風帽 那這一點的話 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是那個 2021年年初吧 它是 浮世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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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是燕子的 石川真城 這裡帽子的話 應該大家都 可能有很多人都會知道 然後呢 像我們這種的話 它這個就是 可調的 可調帽子的話 就不需要帽扣了 因為你這樣子 直接就可以扣在任何物品上面 你就不需要帽扣了 那所以說 我們帽扣的話 都是用在全風帽的時候 那你全風帽的時候的話 但是我們全風帽在掛的時候 會有個問題 它其實可以掛的空間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mark 或者是說 New Era這個mark 上面 我們會掛這個掛勾嗎 這掛勾的話 感覺還蠻細的 我不知道說 我如果說之後 沒有帶帽扣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拿 Hero Clip 來取代帽扣 感覺上好像也行 這個是用 New Era自己原廠帽扣的 狀況 那我把它試試看 用這個 Hero Clip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 好 先把它取下來 好 我們可能可以掛這樣子 掛這樣子 掛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還能夠掛帽子 感覺上是可以啦 感覺上是可以啦 這地方 這地方的話 這樣子把它扣上去 感覺還行得通啦 還行得通 你說 這個好像沒有很妥當 很妥適 其實我說實在 Everyday Carry 它就是 它只是要讓你 能夠 有功能而已 它不是要讓你 可以做得很舒適的 它也可以取代帽扣 感覺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物品的話 對我來說 它是有發揮功能 而且是很實用的一個物品 我不知道說對這個 電腦前面或是螢幕前的各位 是不是用得上 好 那就可以 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還不錯的小玩意兒啦 顏色很繽紛 那今天就是 介紹這個商品給各位 大家參考看看喔 謝謝